我们继续来看 他说他第一个先指出一个现象 这种现象就是懒卓的现象 慰卓的现象 第二个他讲 怎么样解决这种现象 就是你先要知道 我们是可以不用这样懒卓的 也是可以不用这样因为懒卓而受苦的 他先告诉你这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什么 就好像佛陀很习惯地告诉你 我们有苦 第二个会告诉你 这个苦是怎么来的 第三个告诉你 我们是可以得解脱的 我们是可以灭苦的 第四个告诉你 要怎么灭苦 一样 那你这个也是告诉你 我们有什么现象 有懒卓的现象 有慰卓的现象 那这些慰卓的现象 会造成我们什么问题 所以他就叫患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 有没有可能处理 有没有可能处理这样的一个痛苦 好 所以他底下就讲 先告诉你 那么众生畏着 就是贪爱 摄受想行事 那么他讲 那么 朱比丘若色于众生不为患者 比众生不应厌色 以色为众生患过 比众生则厌以色 那么这个可以说 我们如果从一文 就一字面上的道理来讲 他说 因为众生有可能解脱色的束缚 所以比诸众生 那么就是这一些已经得解脱的 比如说舍利佛 木坚人这些佛弟子 都已经解脱色的束缚 那么从我们从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状况来说 就是 我们可以这么讲 意思 就是说若色于众生不为患者 比诸众生不应厌色 他的问题在于 我们因为这个色而产生过患 就是罪过或是痛苦或是烦恼 如果我们从实际的意思来说 就是说 我们因为这个东西产生烦恼 如果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东西产生烦恼 那么我们就不用解决 这个让我们烦恼的东西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色如果不是我们的过患 那么我们也不用去说要处理一色 就是因为它会成为我们的过患 我们才要解决 就是说 假设这个风 这个风吹进来不会影响我 那我就不用去解决它 现在它吹进来会影响我 所以我们就要把门关起来 就要解决它 实际上也是这样 假设它不成为我们的过患 因为它变成我们的过患 那所以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色受想行事 假设它不成为我们的过患 那我们也不用解决它 它不是问题吗 是不是 所以 它讲这个道理也是这样 那么 如是受想行事不为患者 比诸众生不应厌 受想行事 以受想行事为众生换顾 比诸众生则厌于受想行事 就是 受受想行事 好 那这里是讲到厌 那么你要思维它的过患 就前面讲到厌 责不乐 不乐责解脱 一样 所以它说 朱比丘 若赦于众生无出离者 比众生不应出离于色 出离就是 因为这个色受想行事 会造成你生死的轮回 会造成你烦恼不断的相续 烦恼不断相续 就会造作业果相续 业相续 就会造成果报相续 那么就有轮回的现象 轮回就一定会带来苦 所以这个叫做货业苦 那么因为我们的问题在于色受想行事 你只要有这个生 你只要有这个生 那么你就会因为这个生起烦恼 多数的人是这样 那么少数的人 比如说阿罗汉佛陀 那么虽然有这个色身 但是他也有苦不是没有苦 只要有生就有苦 只是他的苦仅限于生苦 而心不苦 所以他最后也是要把这个生去掉 因为你这个生怎么来的 生是由烦恼跟贪爱而有的 所以他一定带有那个烦恼贪爱的因子 所以你一定要去掉这个 那没有烦恼贪爱就没有这个色身了 就没有这个色身了 色身的存在表示你有烦恼贪爱的存在 有业果的存在 但是这个又有两种 已经得解脱的人 他这个存在是过去贪爱无名所造成的 现在已经没有 他断掉了 所以他未来不会有 他未来不会有 那也因为你要断掉这个 你才不会有 所以他变成就是 你必须要有处理的这种心 处理这种烦恼 处理这种业的这种心 那特点就讲到 若是 一样 他说 这个如是受想形式于众生无处理者 比诸众生不应处理于受想形式 以受想形式于众生有处理过 比诸众生处理于受想形式 那这一端重点就在跟你讲 如果我们努力 我们是可以解脱的 因为众生有可能解脱于无运的束缚 因为有生就有业 有业就有烦恼 有烦恼 也可以讲有烦恼就有业 有业就有生 但是你有没有可能脱离 出离于这一种 这一种无运的束缚 有可能 就是你是可以解脱的 所以第一个发出离心 一定要先知道 我是可以出离 我是可以出离于生死的 所以那么出离生死 生死从哪里来 从夜来 夜从哪里来 从烦恼来 烦恼怎么产生的 从无运产生的 从这个跟尘世和合身处 处去受祥师 那么带着无名跟贪爱 产生受祥师 从这里产生的 所以你一辈子 要从这里去解决它 那么简单讲 它就是无运 所以它后面就告诉你 第一个先知道 你现在是什么现象 轮回的现象 烦恼的现象 那现在告诉你 那现在怎么办 有这个现象要怎么办 这个现象怎么来 从无运的射受响形式来 那好 那我知道 问题在无运了 那怎么办 要出离啊 你要有先发这个出离心 出离对 出离我们习惯于无运的这种模式 渣览模式 轮回模式 烦恼模式 造业模式 这种 你要从这里处理 那怎么处理 那现在就告诉你 要如实之 怎么处理 现在告诉你 因为众生可以处理嘛 有处理 那么而且已经有人处理了 舍利佛 目见人 佛陀 已经处理了 就是 他是可以处理的 怎么知道 已经有人处理了 已经有一些人处理了 所以 所以笔注众生 出离于无运 有一些人处理了 好 那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处理 那他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不过就是讲这个 好 若我于此五受阴 那你说 我为什么不能处理 因为我对这个五运 色受想行事 不如实之 为是为 患是患 离是离者 所以它就是三个过程 我们说修行三个过程 就是种熟托 那这里的三个过程 从生死到解脱 它中间重点的关键就是 为患离 为 就是你生死的最主要原因 那我们说这里 纯粹是从贪爱这一部分讲 那有时候会从无名这一部分讲 有时候会贪爱跟无名一起讲 就不一样 那不管怎么讲 只要你解决一个就多解决 无名解决的贪爱一定解决 贪爱解决的无名解决 那无名有两个层次 那么这个 我们无名就是我见 我执 它有两个层次 叫做分别我执跟巨生我执 出国断了分别我执 还有巨生我执要解决 但是只要分别我执断了 巨生我执一定会断 那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那贪有三个层次 叫做浴贪、色滩、无色滩 它其实也只是两个层次 叫做下界的跟上界的贪 那么色滩无色滩 是一起解决的 所以它变成 叫做五上分解跟五下分解 就是浴贪跟色滩如色滩 那三果 三果断浴贪 四果断色滩如色滩 那是这样 因为这里是从爱 贪爱 那有一些经典会从无名 有些经典 无名跟贪爱一起说 那这个我们慢慢 后面看会慢慢知道 那贪爱 贪爱为母 无名为父 而有众生 就是我们怎么来的 生生世世的父母 爸爸叫无名 妈妈叫贪爱 都一样 每一个人都一样 那所以才产生出我们 那我们跟现在的父母 只是姻缘 我们跟他有业的姻缘 那么我们跟他有姻缘 我们在那边投胎 假设没有现在的父母 我们依然会来到这个世界 依然会 因为你以你的无名跟贪爱 你有业 你就必定要来 你就必定要来 那么所以 你可能会依与不同的父母而来 但是一定会来 因为你有无名跟贪爱 你一定会来 那所以他基本上 无名有两个层次 如果依佛法来讲 就是我们讲 我们说的 这个聚生我质 无名就是我质 他有很多种说法 但最根本的说法就是我质 有我贱 那么这个有爱质 有贪爱 那这个是分别我贱 这个叫聚生我贱 那么你只要分别我贱断了 你卫生我贱 就一定会断 正出果 这个分别我贱断就正出果 圣人的开始 出果就断 断分别我贱 那这个要正阿罗汉 四果 才断聚生我贱 就没有下一生了嘛 我彻底断了 没有后有爱 所以就下一生不再有了 那这个还没有 所以他还有 可能还有好几生 那三果还有最后一生 他比较薄了 那贪爱的话 贪爱的话 其实也分两个 一般来讲分三个 叫欲贪 色滩 无色滩 但实际上分两个 欲贪 然后色滩 无色滩 贪就是胃 胃着 贪爱 它有几个层次 无色滩 那这个叫做上戒的 上戒 这个叫做下戒 就分两个 上戒 下戒而已 那上戒有两个 色滩 无色滩 那这个浴滩是三果 三果 三果才能断浴滩 出果还没断浴滩 出果只断分别我贱 没有断浴滩 但是分别我贱断了 你一定会解脱 那三果断了 浴滩 你一定不再遇见 五欲对你来讲 但是它下一生就解脱 所以贪爱算起来算是 这无明是根本 我贱是根本 但是因为我贱而来的贪 它算是没有那么容易去除 那么三果断了浴滩 到四果 阿罗汉才断 色滩 五色滩 这个就五上分解 五下分解就是浴滩跟撑 然后再包含这个我贱 这个浴滩跟撑 撑是伴随着浴滩而来的 撑是伴随浴滩而来的 所以浴滩断 撑一定断 所以这个叫五下分解 那包含这个分别我贱 三果一定已经断分别我贱 那断分别我贱之前 一定会断什么 借近取贱 你一定没有借近取贱 你断了分别我贱 借近取贱跟疑一定断 一定断 就是说你要先离了这两个 才能断我贱 你有正确的方法 没有错误的方法 你有正确的观念 没有错误的观念 你才能导致正确的结果 动我贱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加起来就叫做五下分解 然后后面的涩滩 涩滩涩涩调举慢无名 那么调举慢无名 这个无名就是这个巨生火箭 那由无名产生的慢 维系的慢 然后这个调举 那么这个也都没有了 因为调举在 这个这个是定 调举都发生在欲界比较多了 所以他其实就是烦恼这个形式啊 他讲的不多 但是到了后期的为世 跟去舍 不怕就讲的多了 心所非常的多 就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是佛陀说法里面发现到他尽量不复杂 尽量简单 尽量从根本下手 那这个就是这样啊 这个是世果 那就是无名跟贪爱 那现在是从贪爱讲 那有时候会从无名讲 有时候无名跟贪爱一起讲 那我们知道了 我们后来再来看这些经典 慢慢慢慢再想一下 就是读经要把它汇通 你一定要融通 这样事半功倍 就是你很容易明白 读这一部经 你就想到 你就知道 他有哪些没讲清楚 或是有哪些他省略 或是有哪些 其实跟哪一些经可以配合起来看 那么你很快会明白 弄懂他在讲些什么 然后再跟你的 再跟你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再跟你的身心结合在一起 因为他一定不离开身心而讲的 他一定不离开身心而讲 佛法就是在讲离苦 佛法就是灭苦之道 苦一定来自于身心的感受 那么这些苦的感受 一定来自于对境界的反应 那不离开我们的身心 离了身心讲苦没有意义 离了苦讲解脱那是不可能 所以你还要 但是这部经这么讲 那一部这么讲 你要把它融通起来说 因为他有时候偏重在这个地方讲 有时候偏重在这个地方讲 有时候简单讲 有时候详细讲 那你要能够会通 知道讲这个就知道那个 讲那个就知道那个 举一而能反三 那么你这样学习就比较快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我们叫做要精跟精通 一部经跟一部经要通 如果你没有通就是 你没有通达 因为他讲的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讲五蕴 讲六处 讲十八戒 讲缘起 其实都不离开这个身心 不离开这个身心 那如果五蕴是五蕴 六处是六处 十八戒是十八戒 六戒是六戒 那你就是跟那经不同 那你没有真正读到这个经 因为他不离开这个身心 所以那这个是第一个 你读经或是读书 他一定要修行 修行不是只有读经而已 还有行经 就是把你所读到的 运用在你的生活上 运用在你的生命里面 它不是存在你的记忆里面 它就像血液跟着你运作 实际上呼吸 你随时 随时都在运作的东西 所以极乐世界 为什么可以二六四中 念佛念法念生 你念佛的时候不能念法 念法的时候不能念生 是不是 你念佛为什么念法 念法为什么念生 其实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的就是 你的血液里面 你的生命里面 你的思想里面 就是佛法的思想 当你具足佛罗的思想 你随时用佛法的思想在运作 这个就是二六四中念佛念法念生 不然你以为 你以为极乐世界的二六四中念佛念佛 去那边一直念佛 那边就一直念佛 那哪有可能 那你会精神错乱 为什么 你又要念佛 又要念法 又要念生 等一下又修五根 又修五力 又修七觉知 又修八正道 等一下这只鸟说五根 那一只鸟说七觉知 等一下这个风生来 又八正道 那你不是乱掉了 哪有可能 那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是我们有时候会做字面上 以为是这个意思 不是 那佛法世界 如果你读经 经跟经通 然后还要什么 就是法跟法要通 然后还要什么 法跟心要通 那有些人法跟法通 法跟心不通 就是这会产生什么呢 就是说 这部经讲什么 这部经讲什么 这部经跟这部经的共同点在哪里 差异点在哪里 他都知道 但是知道是知道 他不会做 就是原理他知道 内容他知道 彼此的关系他知道 这个就是阿比达姆 但是 遇到事前了 他没有办法运用 没有办法运用这个法 那我知道未患离 但是我为了 我就没有办法思维过患 思维过患了 我也离不了 就变成这样 那他这个就是 法跟心没有通 那你第一个要先做到 法跟法为通 你很熟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 你要做到法跟心通 就是经典上所讲的 实际上就是我平常在做的 那么我用平常在做的 来验证 经典上所讲的 那用经典上所讲的 来引导 来指导 我平常要怎么做 就是这样啊 就是经是一种行为的指导原则 思想的 思想的这个 怎么想 怎么做 怎么说 我是以经为量 就是我用经来指导 他告诉我 哦原来是这样这样 我的问题点在哪里 像苦极灭套就是这样 它是一种原则 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模式 你有个问题就是苦 你有问题 不管是什么问题 家庭的问题 这个亲子关系的问题 这个兄弟关系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 不管是什么问题 它让你产生不安 让你产生忧虑 让你产生恐惧 它都是苦 那么苦 以佛法来讲 苦 因为有苦才需要解决 就好像说 因为这个五蕴 会对我们造成问题 所以我们才需要解决 如果它没有造成问题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解决它 那第一个 要先发现问题 有的人有问题 但是它不知道 它以为没有问题 它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等到问题非常明显了 它才来解决是解决不了的 就变成这样 所以你必须要养成 你能够觉察问题的所在 那么你第一个一定要先知道 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就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那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么知道解决了什么问题 就彻底解决 有的人问题没有解决 他以为解决了 没有灭他以为灭了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还要知道 怎么样才是 算是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这个就是苦极灭道 解决问题的方法 要怎么样的方法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解决现前的问题而已 而是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是一套运作模式 那你运用在哪里都一样 运用在哪里 那你不断 你知道了这个佛法的苦极灭道 那你缘起也是一样 你发生一件事 你都会思维他的缘起 我今天这么生气 是因为这个人这样 这个人这样是因为这样 那我直举他这样 我就这样看看 你就会发现到无明行事 明社略就出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到这整个过程 也许多一点 也许少一点 但是你又发现到 它就是这个过程 我们面对这个境界 然后带着这个无明跟贪爱 执着的这个特性 然后去处理这个境界 结果产生出烦恼 就是苦 那这个苦还引发未来的苦 好像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爱取有 你会发现到实际上就是这样 那当问题产生的时候 你的缘起马上过来 你的苦极灭道 解决问题的模式马上出来 你这个未换礼马上出来 那么你就是在念佛念法念生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佛讲的 那这个就是什么 佛说的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 身是什么 身就是清净 学习佛陀这种教法 而得清净的人 那你因为学习了这个法 依着佛的这个法 而这样不断地在运作 解决你的问题 让你的心没有烦恼 那你不是二六十中念佛念法念生吗 不然是什么 你好好想这个问题 那你慢慢慢慢就会什么 法跟心未通 法跟心未通 就是 就会变成 这个二十一有说的 六路促藏对不能动其心 六路促藏对不能动其心 六根经常在面对六成 但是你的心暗住不动 清净 心横住坚固 地观法生命 你不是那种不知不觉的 你经常的心是明锐的 看一切法的无常生命 你明了 那你不会起烦恼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修行方法 那这个是第二个步骤 就是法跟心要通 第一个步骤法跟法要通 所以 我们要读很多经 我们稍微稍微通一点 如果只读一经 那你有可能 你就认为这是这样 其实不是 那你有可能 比如说讲贪爱 你就认为只是贪爱 那你后面就要讲到无名 就认为只是无名 不是 有时候讲无名 有时候讲贪爱 有时候从设法上讲 有时候从心法上讲 有时候从五印上讲 有时候从六处上讲 因为众生有很多种 那佛法 佛法是 要对治众生病吧 那这个众生这样讲不清楚 我就换一个角度讲 这个众生 这个角度说不清楚 我就仔细讲 大概讲讲不清楚 我就仔细讲 那么 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读了之后 你就知道 哦 佛陀 说为什么要这样讲 为什么要这样 那我是适合哪一个的 我是怎么样讲 我知道的 我有没有真的知道 那这个就是法跟法要同 你研究不管 你研究阿含经 研究中观 研究大圣 研究小圣 其实也是一样 你后来会慢慢发现 所有的大圣经 都不离开阿含经 组合很多的阿含经 或是从阿含经的一个点 那么分别解说的 详细说的 或是加上批语 或是加上你容易懂的 像法外经 引了很多批语 他不过就是要告诉你一些道理 像波罗经也是一样 像维摩羯经也是一样 他其实就是 依着阿含经的某一部经 或某几部经 或某些思想 他要厘清 要教证 要导证某些思想 那么开展来的 他也不过是要让你明白而已 那你看久了之后 不管是大圣的哪些经典 你会知道 他基于什么需求 因应于什么众生 那要告诉你一些什么 你大概会知道这些 那包括阿含经 五蕴六处 比如说这个杂阿含 杂阿含 中阿含 长阿含 那这个是阿含 阿含这个阿含之间 基本上他的性格不太一样 就是他要表达的重点不一样 他的方式不一样 那杂阿含根本的话 你看 他重点前面四个相应 五蕴六处 缘起 然后缘起四地 六界都在一起 但是我们就讲缘起 五蕴六处 缘起 跟道品 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其实是以八真道为主 好 那你就会发现到 就两个 两个而已嘛 缘起 五蕴无我 六处无我 缘起无我 从这里 他基本上就是 要讲这个无我 所以就是道 这个就是道理 道理就是无我 真理就是无我 实相是无我 那怎么证着实相 三十七道品 他的次第 每一个众生需要的次第不一样 如果对佛法还没建立信心的 就从信开始讲 信静念定位 信任性 就从信开始讲 如果已经是佛弟子 有信 像来出家的都是 已经具有信心的了 不用从信开始讲 从证件开始讲 例子像这样的 那有一些就是 已经修了一阵子的 那也不用从证件 他已经常常在天佛说法 从观开始说 思念处开始说 观生不经开始 就是所以你会发现到 其实他是针对不同众生的 那他并不是每一个法都修 不是的 但是他针对这样讲 这个就是道路 所以我常常讲道理跟道路 佛法就这样 就两大部分 那你就发现到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要明白什么道理 那你如果五印五我 你知道了 你不用知道六处五我 没关系 因为五印五我就是六处五我 它其实是这样 它是从不同的角度 就好像你从这个门进来 你不用说再出去 就从那个门进来一次 不是啊 你进来就看到了 你从那个人进来 虽然是不一样 但是进来看到的都一样 五印五我也是五我 六处五我也是五我 五印五我是六处 这是两个不同而已 包括运出界都是这样 缘起五我也是这样而已 它不是缘起五我 不同于五印五我 不是的 它缘起也是无明行事 它是这样啊 你跟成事 你是怎么生起的 它就是缘起这一套啊 不然呢 那解决方法 未换旅 它就是苦极灭到这一套啊 不然呢 所以你慢慢慢慢 你就法跟法你会通 你所读过的 你一定要印象深刻 那么你在读的时候 你要你要能够把这一些法 那么能够贯通了 孔子讲了那么多 讲了几十年 他也讲无道亦以观之 其实他有一个核心思想在啊 那所以你不管烦恼多少多少 它就是无明跟贪安 其实就是这样 那不管解脱的条件有多少多少 它就是一个关键 就是无我 无我无我所 它就是这样啊 你没有触到这一点 你就不是 那你已经抓到一个核心 那种就是树根知道了 你的树干发展出去 这个你慢慢 不管你看什么经 你都会稍微 就算不是完全清楚 你也会稍微知道了 就是你会不会很迷惑 真的 那这个法跟法通 要透过不断的讯息 那不是说你一直读书就会 不是 读书要想 证件后面要证思维 你没有思维这一套 你就没有办法 就是关了 你还要法跟法要通 那一部分你不要等到通了 你才 你才来做法跟心通 不行 你在法跟法通的当下 你就要做法跟心的通 法跟心还要通 其实佛法有这三个层次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一般人 没有办法理解到这边的话 他就一直停留在那个层次上 就是你虽然学了很多 虽然听了很多 但是只有在听的时候 感受良好 听完了之后 一样不好 一样是没有什么 就是有一般人 就是去参加法会的时候 觉得很殊胜 法会完了出来之后 一样面对残酷的事件 他一样是烦恼的 他那种热受 没有从佛堂带出来 就算带出来 到了家里面就没有了 到了公司就没有了 就完全没有了 消失了 那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 你那个是表面的 表面的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是 就是比较深层的 那深层的一定要思维 没有思维 那个法不能入 不用办法 法不入心 那心就没有法喜 那基本上是做到这三个 第一个 你要学习法 各式各样的法 这个法 尤其是小圣法 尤其是大圣法 尤其是三圣共法 尤其是五圣共法 尤其是大圣不共法 反正不管 不管你学习什么 尤其是净土 尤其是禅宗 但是各个不同你要知道 但是不是所有的法 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 我告诉你不一样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所有的法一定跟什么 当时的 当时的人 因为他一定是应激的 所有的法不外乎两个 叫做弃礼跟弃机 他要弃那个礼 要弃那个机 但是就是 他一定有弃机 弃机有所谓的 当时的 当时的时代 都是流行些什么 都是说些什么 当时的这个时代 的那个地方 都流行些什么 都说些什么 当时那个地方的 那一部分的人 都想些什么 都做些什么 他一定有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佛陀为了弃而鱼 那个时代的 那个地区的 那一些人 他说了些什么 那么他说这一些 一定是那一些的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医生带了这些药 去那个地方 一定表示什么 那个时候 有那一些人 有那样的毛病 需要这样的药吗 那如果没有 我就不用带这个药去啊 我就带他们需要的药去嘛 一定是这样啊 那你看到带什么药去 你就知道 那个人家 那个地方在流行什么病啊 那个地方都有些什么病啊 如果你今天 你带了很多药布来 就知道这里的人 有一些人有痛啊 有这个骨头痛啊 需要贴药布啦 那一样嘛 如果带了胃药就过来 就不知道这里的人 有什么 有胃病啊 一样的道理嘛 那佛陀说这个法 你要知道 因为很多法 我们后来会搞乱掉 这个法这样说 那个法这样说 那么比较笼统一点的人 就说万法归一 就是翻遍有多门 那么归言无二处 就是所有的法 终究都有人解脱 我告诉你不是 真的不是 有的法 它基本上是 你如果稍微不胜 就偏向外道的 但有些是对峙外道的 有些是色色外道的 这个是翻遍说的 有的是对峙西谈 龙书讲的对嘛 有的是对峙西谈 这是对峙的 对峙而说的 那么有的是 深善西谈 因为让你生起欢喜 告诉你 你送罪不经 功德都到这 送罪不经 你一直送下去 就有人解脱 实际上不行 但是它引发它的善法 那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 这个对峙西谈 深善西谈 有一些是世间西谈 这个世间的人 都习惯这样做 好 随时这个世间 我就这样说 另外有的是 它就如实去说 叫第一一西谈 那确实是这样 你慢慢发现到 佛法确实 所以你要先分别 这个是翻遍说 还是就近说 翻遍说里面 这个是对峙西谈 是深善西谈 还是世间西谈 那么你明明白了 你就不会在那一点执着 那你就会知道 你就会找一条正确的路 你就会知道 你应该怎么做 那所以就好像 你去买药 那个药其实很苦 但是外面包了那个糖衣 因为小孩子吃这个药 没有糖它吃不下去嘛 它又做一个卡通的造型嘛 那你要知道 这个是专门给小孩子准备的 那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是要认那个 认那个凯蒂猫的造型 又要认那个 吃起来甜甜的 不是 那个是专对小孩子做的 那这个药 重点不是 那个外形 那个甜 而是重点你那个成分 你要认清那个成分 那个成分才是第一益西谈嘛 那你不知道 你去认那个外表 认那个甜 吃那个卡通造型的 这个药才有效 不是 有效的不是那个 那个形 或是那个甜 那个是为了让小孩子吃药 吃不下去 故意这样照那个造型 照那个外面甜甜的 让他以为吃糖果的 这个就是方便 那你不知道 你买药 认这个标志 认这个造型 认这个吃起来不甜 你就丢掉了 你就不吃了 那不对 但是你也不要认为 就一定要这样 不是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 你就法跟法会通 真的 那法跟通之后 你要知道所有的法 都是要对峙什么 对峙你的烦恼 对峙你的苦 你的苦 烦恼一定从心生出来 所以你的法 一定要跟你的心通 就是我们现在读这个经 那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要增下一些知识吗 只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读过阿含经 然后我们知道阿含经 我们有学过上过阿含经 只是这样吗 这样有什么意义 这样没有意义啊 这样没有意义 它就是要人解决你的问题 现前解决你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人解决的问题 你不用学这个啊 没有苦 不需要知道离苦的方法 你没有病 你不需要吃药 不需要 那所以你所有的法 都要跟你的身心 跟你的烦恼做连结 因为它就是解决你的烦恼的 解决你的苦的 那么给你的生活 给你的生命做指导 做引导的 它其实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部经 假设不能在你的内心 产生认同感 那么产生影响 这部经对你来讲 就没有意义 就没有意义 就是你在你的内心深深的认同 这样的说法 所以最开始如是我 你后面都要怎么样 欢喜信寿 欢喜信寿后面是什么 依教奉行 怎么奉行 在日常生活里面呢 什么时候起烦恼 什么时候就拿出来用啊 你喂药是什么时候用的 什么时候喂不舒服 什么时候用的嘛 你不会闲闲没事 买个喂药买很多来囤货吗 不会吧 那囤的也是因为你 你觉得就是 我要解决我的问题的嘛 那你有胃痛的时候 你拿不出来 那胃没有痛的时候 你拿出来给人家看 就是平常的时候 你可以诵经 可是一旦烦恼来了 你这个经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找不到那个药 那有什么用 那没有用啊 所以你一定要法跟心通 这个要做很久 这个要看人啊 看人 有的人很容易就知道 有的人学了很多年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法跟这个法 对他来讲是很明显的区隔的 大圣跟小圣有很明显的区别 大圣里面 中观为世如来账 有很明显的区别 那彼此是不通的 禅跟净土是不通的 为世跟天台是对立的 就会有这样的状态 那就产生什么 学派部派中派 那么 所以这种学派部派中派的心 就让你把法跟法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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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跟这一块都不到一块 这一法跟这一法合不到一法 那就是因为你坚持 所以中派跟中派之间有什么 有斗争 学派跟学派之间有竞争 那都是这样来的啊 部派跟部派之间什么 有纷争 那通常都是这样产生的啊 那这一些斗争 竞争跟纷争 就是什么 就是烦恼啊 不然呢 所以为什么 你看 这个神秀的弟子 神秀的弟子 要去杀那个慧能 为什么 他不是修禅的吗 神秀不是叫他 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施始情服事吗 他现在起了称赞心 要杀慧能了 他怎么不去服事一下 怎么不去插一下 没有啊 法跟心不通啊 法是殊胜 你不能受用啊 法是很殊胜啊 金刚经很殊胜 你不能受用啊 你就不知道怎么用 要怎么受用 是不是 那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要很注意 但是这个部分 如果你不通 你就很难通这里哦 但是有时候不一定啊 有时候你依法就可以得 因为我们现在的太多了 那么你可以法跟法不通 没关系 但是你这个法本身你就通 但是你依一法 你就通一法 这个比较难 我看佛地址里面 大概只有舍利佛可以做到这样 舍利佛 文艺法 就修艺法 修艺法 就知艺法 知艺法 就断艺法 这个厉害 舍利佛有这个能力 其他的 所以他智慧第一嘛 其他的要没有 其他的要反复 比如说罗赫罗 这后面不知道第几经 我不晓得 那罗赫罗 罗赫罗要证无我 他听了五蕴 听了六处 那听了缘起 怎么证也证不入 没有办法证入 那后来 佛陀就跟他讲 你有反复思维了吗 他反复思维 五蕴思维 思维六处 六处思维 思后思维缘起 就五蕴无我 六处无我 缘起无我 他从各个角度 去观察 还是不能录 佛陀说 那你再去为别人讲五蕴 讲完了吗 那讲完了 不能 在对人家的六处 你自己 自己读 跟为别人讲 他有不同的层次 因为别人会问 所以你要更深入 那你只讲五蕴 不够深入 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六处 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缘起 那这样反复几次以后 他才证得 那舍利佛就不用 舍利佛文艺法 知艺法 修艺法 正艺法 这个厉害 他一个法就通了 一个法都通一切法 但是一般的人没有办法 像罗霍罗这样 反复 奴隶思维 专精思维 塑塑思维 就是塑塑的专精奴隶思维 要这样 像我们也是这样 像我们稍微知道一点 也是读了很多之后 然后不断去 不断去会通 不断去融通 知道原来是这样 那么你一旦知道就知道了 你不用背 我刚刚说你真的不用背 你一旦知道就知道了 你就这里连那个 这里连那个 你很容易 你自然而然就说出来了 你不用背的很多 他有时候忘记了 就背不出来 不会 这个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这样 就好像你对这个路很清楚 已经很清楚了 你不用背 这条路跟这条路是通哪里 通到哪里是哪里 哪里那条路通 你都知道 那一样是这样 那你当然走一条路就可以通了 但多数的人 有时候那条路没有很清楚 刚在施工 他就走不通 就没路可走 遇到烦恼 不通的时候 他就没路可走 所以 我们要学得多一点 有两种作用 第一个 保障比较多 比较容易 从各个角度 比较容易清楚 第二个就是 我们可以 这个人这样讲不通 可以讲另外一个 因为我们不是 自己未解脱而已 我们还要让别人解脱 所以你要学得多一点 那法跟法要通 然后法跟心要通 然后呢 然后还要进入第三个层次 是什么 心跟心要通 你是通啊 别人不通啊 你要怎么样让别人通 那就是一个另外不同的 就好像这个禅陀 佛陀露灭了 大家都解脱了 他还没解脱 他到处去问 是不是告诉我要怎么样证无我 每个人都跟他讲 就这样讲 无常故苦 苦苦无我 无我无事我所观 色无常 受想形色无常 我一头这个禅陀说 这个我都知道了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个 这个我已经听到不要听了 在佛陀旁边那么久 听那么久 他怎么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个啦 我不喜欢听这个 那么 问了问了 大家都这样讲而已啊 后来问到阿难 阿难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啊 这个后面不知道第几经 就有讲这个 先赞叹他一下 你真了不起啊 你能够这样 这样到处去问 因为他算是长老呢 蝉陀是算长老级的呢 因为他不懂他就不懂 他不会专懂嘛 他到处去问 是不是告诉我 怎么样 因为佛陀已经露灭了 这蝉陀也是蛮麻烦的一个人 他就是我慢心很重 佛是我家佛 法是我家法 那后来的 后来的僧团会制定 释迦族的都不收 为什么 释迦族不是比较殊胜吗 没有 释迦族的傲慢心很重 都是因为蝉陀 所以只要是释迦族的都不收 为什么 麻烦啦 蝉陀不听人家讲啊 那不接受处罚 佛是我家佛 法是我家佛 你应该听我的 不是我听你的 所以后来就造成麻烦 那但是蝉陀后来 佛陀他很诚心的去问 那大家 因为他给人家的印象也不好 那后来就问到阿难 阿难就很善巧 第一个先赞叹他 然后就开始跟他讲 那么引谁的跟他讲 引佛说 佛画家张眼的跟他讲 然后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他听得多 然后他知道得多 所以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他可以用它知道 如果我们只听过一部经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那你还要能够知道 这个人的整个变化 所以你最后 大圣这边就强调心跟心要通 你要气以气机 那你没有气机 那么你讲的带有理 那没办法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在法跟法跟通 那么法跟心在通这个阶段 尤其特别重 法跟法要通 就是这部经 我们已经读过很多经了 那么后面我们之前 没有来这里之前 也读过很多经 包括地藏经 药师经 这些法华经 这些 那么他跟阿含经有没有关系 一定有关系 能不能通 一定可以通 比如说我们讲 我常常讲 比如说地藏经 地藏经是种 大家都知道的 地藏经 地藏经 其实 所有的大圣经 你看 所有的大圣经都叫你发菩提心 地藏经怎么叫你发菩提心 他叫你关嘛 怎么关 就好像你的妈妈 抚养你长大的妈妈 对你有恩情的妈妈 现在正在受苦 受什么苦 受地狱的苦 不过就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发菩提心的根源在 菩提心的根本在大悲心 不是就是这样吗 那么大悲心怎么修 慈悲观怎么修 第一层不过就是 你的母亲站在受苦嘛 那么你对他起大悲心嘛 这个你一定可以生出来的嘛 你看他就是这个这么教的啊 你先要有这个救你母亲的心 这个生出来 然后一切众生都像你母亲一样在受苦 你这个心开始扩大 你不是要救你母亲而已 你还要救一切 就好像地藏菩萨 婆罗门女 到了第一 不是只看到他母亲而已 他还看到什么 第一很多众生 所以他扩大了 有没有 我要让我母亲处理这个地 我要让所有地义的众生 都像我母亲一样处理地 这个其实就是 是菩提心的修行的次第嘛 那你你你你后来你这样看你就法跟法会通你就知道哦 他原来是在讲这个道理 你就不会只是哦地藏菩萨好伟道哦 地藏菩萨是孝子不是 你也可以说孝子但是这一般的说法他其实就是发菩提心要救度一切众生而已 那连地狱的你都要救了那不再地狱的就不用救吗 不是啊 重点是那个照地狱还没下地狱的人或是重点是让人家不堕地狱啊 重点是让人家不堕地狱而不是去地狱把他救出来 所有的圣者也不能破坏业果 所以他把重点移到哪里 移到 若遇杀生者说短命多病报 若遇学隐者说鸳鸯割却报 你看不是这样吗 那你这样你这样融会贯通之后你就知道哦他在教我怎么修行 而不只是说哦地藏菩萨好厉害哦 读地藏菩萨功德很大你就不会这样 你就知道读了地藏经你要怎么修行 读了普门评你要怎么修行 读了药师经你要怎么修行 你绝对不会读了药师经 执着在要做五色线 要立四十九盏灯 要有七尊佛 然后有四十九盏灯 要念四十九变得药师 一百零八变得药师奏 要念四十九变得药师经 你绝对不会执着在那里 那个叫做世间西谈 对治西谈 深善西谈 你就会知道什么是方便说 什么是究竟说 他之所以这样说 是医于哪些时代 哪些人哪些问题 他特别这样说的 那你现在是什么问题 你要怎么做 你就会知道 那这个就是你要融通啊 那你没有融通 你读一本经 你就只是读经 你不知道修行方法 不知道怎么修行 你找不到下手处 你读经就是修行 你就变成是读经就是修行 读经不是修行 读经是告诉你怎么修行 那你读完经才是修行的开始 那我们是读经读完了 修行就完了 功课就做完了 没有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但是你法跟法通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法跟心 就是要依教奉行 这一部分 那你法跟法通 你会产生一个叫做欢喜信受的感觉 你会有这种 那欢喜信受后面就依教奉行 依教奉行才有他所说的 那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功德 才有这一些 你就发生 你就会发现变化 你的心在变化 世界在变化 别人也在变化 因为你开始变化 你不一样 你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你解决方式的角度不一样 问方法不一样 那么所以 这个一切慢慢在产生变化 你才有办法 就是这种变化 一定有一个特质 异于你过去 祸叶苦的习惯模式 而是它是苦极灭到的这套模式 所以它叫做流转的 顺于生死流转的 跟不顺生死 涅槃还灭的 你就会发现到 佛墙缘起是地 是这样的东西 你开始认清楚了 那么这样的清楚 会很明显的表现在 你的对应 你的对在这个世间的生活跟生命上 那这个时候就进入法跟心会通的阶段 那一开始没那么清楚 越来越清楚 这个就是你修一法就知一法 知一法就断一法 那么越来就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那么你对佛法的信心 就开始越来越坚固 越来越坚固 你那个执行的效率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新 越来越有作用 这功德就是会有倍数的生长 就是你那个作用 那你不用很多法 但是很多法也不妨碍你 也不会让你乱 那么一法你也知道清楚 因为你是会归而来的 所以你走这一条路你就能到达 这一条路不走 其他的人走不了这条路 我改走另外一条路 我一样能到达 那你就会有这种现象 那么到最后第三个阶段就是 你不但自己能够这样做 你还知道能够教导别人怎么做 因为你知道怎么走 跟你要跟人家讲清楚 告诉不知道人怎么走 这是不同的境界 你知道怎么修 要跟人家讲 要怎么修 因为别人的状态跟你不一样 别人的问题跟你不一样 就好像你知道你要医好自己的病 跟要医好很多人的病 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 你医好自己的病 只要知道自己的病根 要吃些什么药 买最好的药来吃就好了 找最好的医生就好了 但是你要医好大家的病 那就不是啦 每个人病都不一样 吃下来的反应又不是你吃的 别人吃的 反应也不一样 所以那个就比较困难一点点 你要记得多 所以它第三个阶段 就是大圣的阶段 进入心跟心要通的阶段 这个心已经具足法了 这个心已经具足法 你怎么样让别人的心也具足这个法 那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但是你先要你的心有具足这个法 此事苦我已知 然后才有此事苦母应知的问题 你怎么知的问题 此事道我已修 才有此事道母应修 那你要修什么道的问题 不是这样吗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佛法的修行的一个层次 也不困难 也不困难 但是就好像肿熟托 那么一样 未患灵 基本上它简单讲它就是这样 那你顺着这个原则 你顺着这个原则 那么不断这个往前 那么它一定 我们说过嘛 早上说过嘛 所有的佛法一定有三个 三个趋向 向上 向上 向解脱 那么你要向解脱 一定要向上 就是你读了这个经 你运动了这个佛法之后 它对你的生命 它对你的生活 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它一定有两种作用 向上跟向上 它一定越来越好 向上 改变了 本来 本来很烦恼 还是烦恼 但是没有那么烦恼了 就表示它改变了 火很大 现在变小了 那它改变了 这个漏得很多 现在漏得比那么多了 改变了 它是往好的方面 提升了 今天这么烦恼 读了这个经 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 还是烦恼 但没那么烦恼 改变了 那么这个就是作用 叫做功德 一个就是它越来越好 一个就是它本身是好的 以前都会往负面的想 现在往正面的想 以前遇到问题 只会求观音菩萨 现在 会找方法 自己找方法 依着观音菩萨 怎么修 我们去找方法 那么这个就是改变了 向上向上才能向解脱 那么一定有这个去向 那你自己观察就好了嘛 那么我们虽然读了这么多经 我们不是在背很多东西 我们不是在查很多资料 不是的 它一定要印在你的生命模式里面 那么你习惯了 你已经两层习惯 因为我们现在是烦恼习惯 起烦恼是一种习惯 惯性的思维 跟习惯的行为 那么这一种造成 因为不由自主地造业 或起烦恼造业受苦 因为苦又起烦恼 因为起烦恼又造业又造业 不断地在这种循环里面 我们甚至不知道 我们烦恼怎么起的 我们甚至不知道 现在只不过是要你回头来看清楚 那么你到底都是怎么起烦恼 怎么造业的 它不过就是这个过程 好 所以这个过程 它这里讲 把这经讲一下 与五受阴不如时之 重点就是如时之 所以叫做如时之 如时见 这个在暗暗经里面 常常取这个词 其实就是如时之 那畏是畏 患是患 离是离 这三个过程 那你的贪爱 有没有贪爱 如果重换一个角度 叫做有贪之有贪 那离是离就是什么 无贪之无贪 就是这样 贪心什么时候申请 什么时候没有 为什么有 为什么没有 那么 那是不是真的没有 还只是表面的没有 这个你多人就清楚 那过患在哪里 你知道 那么 我于诸天若磨若饭 若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 不脱不出不离 永驻颠倒 亦不能自证得阿妞多罗三妙三不天 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以他自己为例子 我是怎么得解脱的 我是怎么成佛的 也不过就是如时之五蕴 未换礼而已 假许我没有如时之 那么我就不能得解脱 在哪能解脱呢 在这个 其实就是 他说 不能自证得阿妞多罗三百三不天 那么 于诸天若磨若饭 天魔犯 沙门婆罗门 天人众中 就是 他就脱离不了这三戒 简单讲是这样 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 因为这个天魔犯 还有一些问题 那下次再说好了 因为时间到了 好 大家合掌回向 就讲到 我以此无受音 不如时之 未是未 患是患离是离 这个如时之很重要 如时之就是 看清楚事实的真相 那我们讲过 所有的真相不离开 看清楚 身心的运作 生命的模式是什么一统模式 那么 生命的模式 生活的习惯 模式是什么 那么这一点你要先清楚 每一个人的习惯 其实不一样 每一个人起烦恼的 那个癥结点不一样 那 但是 不管是 不管是谁 那么 从佛法来讲 不外乎就是执着而已 不外乎就是无名跟贪爱 不外乎这个 但是 每一个人所贪的 那个重点不一样 每一个人所执取的 所在意的不太一样 那你要看清楚 你要看清楚 你自己都在意些什么 都执着些什么 都因为什么而痛苦 那么 你要开始思维它的过患 跟思维这个苦是怎么来的 这个执着点在哪里 那个心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又开始 就是你要进入这种思考模式 那么这个叫做如理思维 先有如理思维 才能如实知 如实见 要不然就没办法 没有如实知 就是因为你没有如理思维 你当然就不能知道 不能知道 你不能如实知 就不能如实见 那所以 见就是你更清楚的 你完全知道 你彻底的知道 见法就是这样 知法见法 因为你先知这个法 依这个法修行 而见这个法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是一个过程 他讲得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 这个 一般都是在听佛说法的这些人 佛是跟这些人说的 然后 你看佛都没有讲得很复杂 但是有一些人就不知道 所以他还要经过 像舍利佛 像阿难 他略略说法 还要有一些人 不清楚的 再多做解释 叫做阿毕堂 舍利佛 最会做这种事 阿难也会 就会解释 广说其意 所以后面的经典 你会看到 这些比丘听的佛 这样简单讲之后 不清楚 第一个他会去问佛 那佛大部分不容易问到 他有时候讲 有时候不讲 就是 有些人不好意思去麻烦佛 所以会去问舍利佛 问阿难 问佳瞻言 就问这些 然后舍利佛 有时候会根据他们的问题 跟他们讲 那个就是我们说 心跟心通的问题 那这个 其实 我们后面慢慢看 慢慢看 就会慢慢知道 好 那今天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敌人 基本上 太 deploy了